我們來看到其實前幾天婚宴因為菜不夠也引起了爭議 不過今年的婚宴還是流行自助式的餐會 其實我們也幫民眾來試算一下 這個自助的婚宴賓客人數 只要超過100人以人頭計算 行情價每個人1600 如果加成服務費100人大概是18萬元 比起一般傳統式的婚宴 成本幾乎省了兩成以上 生菜沙拉生魚片隨意夾 盤子滿滿都是可口的食物 菜色多隨便吃 來吃喜酒親友又能輕鬆隨興 這就是現在很流行的自助式婚宴 最重要的是比起傳統版格的方式 自助式婚宴更能省下成本 一般的話其實我們都建議客人 人數最少就是掌控在100位 對那這樣的話可以幫客人做一個 比較完整的一個專案的報價 要辦自助式婚宴訣竅 賓客人數最好超過100人最划算 與人頭計算行情價每個人1600元 加一成服務費100個人大約是18萬 但是一般酒和果汁婚宴 休息室跟餐桌擺室都省下來 不用再額外支出 如果換成傳統版的行情 一桌25000元計算 10桌就要25萬 還得另外加9錢 自助婚宴最多可以省下兩成 禮拜五的晚上或者是假日的中午 我相信這個是會比較更有 比較多的空間可以談 秘訣二可以選擇禮拜五晚間或是星期天 中午也就是避開熱門時段還能跟飯店談折扣 一個人頭再審200元 你們有自助式的餐婚宴部分嗎 有啊 櫃台人員忙著和顧客解說自助婚宴的細節 提醒您簽訂合約時得特別注意 商談賓客人數時最好要保留彈性空間 以免人數爆量 替代菜色一定要先確認 婚宴前三天更得跟飯店確認人數 小季節不能審 才能讓一生一次的大事留下完美回憶 最新新聞台北綜合報導